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如果不说可能不知道 Alicia她的小女儿 广泰大小女儿 幼稚园在建基幼儿园四岁的时候 我是她的老师 以前我是幼儿园老师 那感谢主那神护照 然后我也读了神学就做了牧师 我们看到我们就很开心 好像老朋友见面 那其实以前她是我家长 我是她女儿的老师 那我要邀请你来教会讲道 我说好 感谢主 那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贵教会的邀请 让我有机会来到你们这里 跟你们一起来 在神的话上一起领受 一起成长 一起蒙福 阿们吗 那我是来自文丁恩典 福星教会 我是谈会仪牧师 因为我是有点近视的 你们的脸 我不太看得清楚 所以可能我们有见过 可能我们没见过 可能你们见过 但是我现在是看不清 记住你们的脸 我不敢讲 我认识你们 无论如何 我非常感谢主 今天能够在主里 就是一家人 特别是我们在森州 我的教会也是在森美兰州 就是在文丁 有去过文丁的会会所 曼丁 有 不远 离这里不远 我们非常靠近 可是今天来有点堵车 有点紧张 我们差点迟到 很紧张 我就联络了管太太 我可能会知道 没事没事 慢慢来 今天有一点堵车 感谢神 好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福神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 今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 我们心里面是欢喜 是快乐的 因为今晚上 你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今晚上你自己的话语 要亲自喂养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子民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今天晚上 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们 交托仰望在神里手中 也把这件时间交托 也把我自己仰望在神里手中 恩高说的 恩高听的 主要让我们今天 每个人都在你话里面 得着造就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宣告 圣灵要是跟你自由地运行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让我们的心田 都成为一块的好田 能够让神里的话语 如种子般 落下的时候 洒落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孕育 能够使这神里的话语的种子 能够生根 能够发芽 能够成长 能够结实累累 收成三十倍 六十倍 跟一百倍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宣告 此刻神里就在这里 你与我们同在 你要向我们来说话 主我们感谢你 愿你亲自恩高 在这段的时间当中 愿你美好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同心和于在你面前祷告 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同心祈求 Amen Hallelujah 弟兄姐妹们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这多结果子的生命 在这之前 你们可曾想过 你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是什么吗 你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那在圣经里面呢 有提到耶稣和门徒的关系的时候呢 有提到的就是 老师与门徒的关系 对吧 然后也提到呢 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也提到呢 牧羊人跟羊的关系 有提到朋友与朋友的关系 新郎与新妇的关系 这些关系都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非常宝贵 我们跟神能够建立的宝贵的关系 但是今天晚上 主耶稣呢 更用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 来说明 祂要与我们这种内在生命连接的 亲密关系 那这种的亲密关系呢 葡萄树与枝子 这种亲密关系呢 是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多结果 知道 使我们的生命呢 收获满满的 这种与神亲密的关系呢 是一种蒙福的关系 那我们期待与神 建立这样美好的关系吗 弟兄姐妹们 问上你身边的人 你期待吗 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其不期待 你问一问他 阿们吗 阿们吗 期待吗 阿们 期待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吗 弟兄姐妹们 期待吗 这种关系是美好的 阿们吗 让我们来翻开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七节 让我们一起应的方式 我们都一起来翻开圣经 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因为很可能 我们一个星期里面 这就是只为一一次 我们把神的话语读出来的 对吧 我们有没有天天在家读圣经呢 我们要天天在家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抓紧机会 我们一起把神的话读出来 一起来读 约翰福音十五章 一到十七节 稍微有点长 但是我觉得神的话语 是非常重要的 就让我们花点时间 把神的话语读出来 阿们吗 我们一起来 我先开始 然后你们就接下来 我们一起的方式 我先开始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 我就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洁净了 第五节 我就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些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事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想要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全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我已对你们说了这些事 是要让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让你们的喜乐 得以满足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但我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 都已经让你们知道了 我这样命令你们 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们 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呢 告诉了我们 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 那主耶稣是葡萄树 是天父所栽种的 而我们呢 就是在这葡萄树上的枝子 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我们一切的资源 一切的供应 都是从葡萄树而来 都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 我们的生命是与主耶稣基督连接的 我们的生命是与主耶稣基督连接的 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呢 都会从我们的主而来 那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呢 就像枝子离了葡萄树一样 我们的生命就得不着供应 我们跟神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那我们都知道呢 在这个葡萄园里头 一个静泽的一个园顶 静泽的一个工人 他一定会去观察 果树的生长的情况 对吧 然后呢 要常常的施肥 松土 然后呢 还要修剪 才能够把这个的树 变成更加的茁壮 健康 多结果子 那我们 最近是榴莲季节 有没有 你们谁爱吃榴莲的狙击手 爱吃榴莲的 爱吃榴莲 不大爱吃你们 我们满地很村民榴莲 满地很村民榴莲 你们可以常来满地吃榴莲 那可是我没有榴莲吧 满地人呢 基本上都有榴莲吧 可是我们没有 我们夫妻二人都没有 可能我们不是满地人的原因 我们是搬过来的 那我们看这个的榴莲呢 我们在这个的网络上 有认识 我们有看一个 有follow一个的博主 叫马来堂哥 谁懂的 几手 原来你们都懂 马来堂哥卖什么的 村民榴莲 卖榴莲 对不对 就是这样就看了 他其中一集的 说到呢 他去拜访一个 猫山王的 这个的园主 一棵猫山王 一棵榴莲树 他一接果子 一次过可以接 400粒果子 但是呢 他们却要狠心的 把其中的 整200多300个 小小颗的小榴莲呢 给他剪掉 剩下的百多 120粒榴莲在树上而已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狠心的 把整棵树里面 我这棵树就能够接住 整400粒的 猫山王 你懂一粒猫山王 可以卖多少钱吗 你懂多值钱吗 但是那个的 榴莲圆的圆祖 却要狠心的 把那棵榴莲树上的榴莲 剪掉 剩下一百二十粒 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剩下一百二十六榴莲呢 他就没有其他的果子 跟他整这个的营养跟养分 所以剩下这一百二十粒榴莲呢 是能够长得特别的肥美 特别的甜 特别的好吃 品质保重 一样的 弟兄姐妹们 葡萄树也是经过修剪 在葡萄树上 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说到什么呢 耶稣是葡萄树 然后呢 这个圆顶呢 总是要去仔细地观察 然后呢 就要去修剪枝子 然后使这个枝子 能够接出更大更美 更肥美更甜美的果子 然后在这葡萄树上 我们看到第二节 如果不接果子的枝子 它就剪掉 那凡结果子的 它就修剪干净 葡萄树上有两种的枝子 第一 就是不结果子的枝子 第二 就是结果子的枝子 就这两种 耶稣的很明显的 这边说到什么呢 这两种的枝子呢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第一 它就肯定被剪掉 从此不再属于这棵葡萄树 第二呢 就是被修剪 然后呢 以便结出更大更多更甜美的果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就是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 而我们是属于第一种枝子呢 还是第二种枝子 我们是否有结果子呢 还是我们只是挂在葡萄树上 浪费葡萄树的养分 我们是否有多结果子 我们是哪一种的枝子 结果子的 还是不结果子的 你们知道吗 耶稣在福音书呢 在另一处呢 提到不结果子的比喻 祂的这个比喻 是更加的严厉的 在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 我们翻一翻好吗 来我们翻开 路加福音第13章 6到9节 这边说什么呢 路加福音第13章第6节 于是耶稣用比喻说 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 栽了一棵无花果树 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 却找不到 就对园丁说 看啊 我这三年来 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 找果子 竟然找不到 把它砍了吧 何必摆占土地呢 园丁回答说 主啊 今年且留着 等我在树周围 掘开了土 加上肥料 以后若积果子变霸 不然再把它砍了吧 弟兄姐妹们 在这里呢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无花果树 它原本是一年四季 都可以开花结果的 无花果树呢 它是能够一年四季 都开花结果 那按理来说呢 这个无花果树的主人 随时都可以 摘取无花果 无花果来吃的 但是连续三年啊 这个主人来到 无花果树前面的时候 一粒果都没有 一粒果都找不到 所以说什么呢 它要把这棵树砍掉 代表这棵树 没有发挥功用啊 它正在浪费资源啊 它正在摆占土地啊 你们知道无花果树 有很多功效的吗 弟兄姐妹们 无花果 Fake 无花果树 它有很多的功效 有很多的好处 也可能用药 可以拿来医治 可以拿来吃 解渴 止渴等等的 但是如果它有这么多的果效 这么多的功效 它一粒果都没有 也是没有用的 它没有发挥它的功用 它辜负了栽种它的人 无花果树的主人 三年里面都在这里 找不到果子 令人失望 所以它打算把这无花果树 砍掉 何必摆占土地呢 弟兄姐妹们 耶稣用这个比喻 要强调什么呢 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不结果子 我们就没有达到 做基督徒的目标 这是会让神失望的 这是不得神的喜悦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成为 多结果子的质子 或者是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因为这是神的拣选和呼召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在约翰福音15章16到17节 说什么呢 是主分派我们去多结果子 是神的呼召 是神的拣选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被神拣选呼召 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 经文说什么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派你们去接果子 让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 好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祂会赐给你们 我这样命令你们 是要你们彼此相爱 我们与主的关系 是葡萄树与之子的关系 我们与主连接 就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 还有圣灵的充满和浇灌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与神连接 我们就圣灵与你同共 我们就拥有一切的供应和属灵的能力 只要我们与神连接 但是这一切的能力上帝给我们 这一切的资源上帝给我们 不是给我们存起来的 烧举烧举 不是 上帝不是要我们储存的 圣灵的能力 上帝给我们的资源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 不是给我们储存用的 神要我们拿出来使用 神要我们用出来 当我们愿意被分派出去 结果子的时候 属灵的能力很自然就能够彰显出来 然后叫神得喜悦 能够叫神的名字 也得着荣耀 跟你身边的说 你要多结果子 接下来我们就说 要结什么果子 我要结猫山王 红毛蛋 黑漆 无花果还是葡萄 要结什么果子呢 弟兄姐妹们 多结果子是那位栽种者 我们的天父所期待的 也是那位真葡萄树 主耶稣基督所强调的 更是我们每一个成为 知子的基督徒 要努力借力追求的 那我们多结果子呢 就是指我们这些基督徒 要靠着我们基督而来的生命 和圣灵的能力 在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上 活出人能见的品行和美德 在圣经里面呢 有四种的果子 是有提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就是在加拉太书五章 22到23节 我们要多结什么样的果子呢 第一我们要多结圣灵的果子 我们生命是否有接触圣灵的果子呢 各位姐妹们 圣灵有多少个果子 圣灵只有一个果子 但是却九种属性 圣灵果子是什么呢 就是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都是圣灵的果子的品质 他的这个的 他的这个属性 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我们是否有在我们的家庭里头 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品格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言谈举止当中 接触圣灵的果子呢 我们是否有表露出忍耐呢 我们是否有表露出仁慈呢 和平呢 良善呢 还有恩慈呢 我们是否有没有接触圣灵的果子 第二 圣灵要我们 神要我们接的果子 除了圣灵的果子 还有光明的果子 在以福所书五章九节说什么呢 光明所接的果子 就是一切的良善 公义和诚实 意思就是做人光明磊落 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否有接触光明磊落的果子 我们是否是光明的 我们走在光明当中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在光明里头 没有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第三 圣经还说要接触什么果子呢 仁义的果子 就是你可以参考 弗里比书一章十一节 还有罗马书六章 二十一到二十一二节 仁义的果子是什么呢 就是丙行公义 这一个的美的 仁义的果子 第四 救恩的果子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要接的果子 更多的是救恩的果子 我们是否带领人来信主 我们是否有去传福音 我们的生命是否会有 繁衍 是否会多结救恩的果子 带领更多的人来信靠耶稣呢 弟兄姐妹们很快的 我们来到2024年下半年对吧 来到了7月 你们年头有没有立下很多的 这个的愿望啊 什么的励志表啊等等的 来到了7月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开始就是做一些检讨 我是否有做得到呢 来到下半年的时候 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有 要有结果啊 要有收获啊 我们抓紧身的应许说什么呢 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啊 今年我要有收割 我已经撒种了 我已经努力撒种了 我是否等到结实累累呢 我的生命是否有收获 有多结果子呢 那我们 都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旧途 要多结果子 那我们是否又做得到呢 到底是什么拦阻了我的生命成长 到底是什么使我不能多结果子 到底是什么我不能够去传福音 到底是什么我的内心 是否有怎么样的阴土 好 当它无花果树这样子 是否有害虫 是否有经济拦阻了我们生命成长 和多结果子呢 是否我们需要经过修剪呢 已经杂草重生了 已经有害虫出现了 或者很久我们的生命不再有施肥了 已经开始受弱了呢 求求帮助我们 然后就要经过修剪的时候 我们是否因为修剪的过程不舒服 我们say no呢 啊 没有搞那么多业啦 有没有啊 教会要开始推行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啊 没有搞那么多业啦 有没有搞那么多业啦 好舒服啊 有没有啊 我们都很怕改变 我们怕修剪 啊 又要请雨炉啊 又要祷告会 要弟兄团结 姐妹团结啊 没有搞那么多业啦 修剪是不舒服的 我们要尽力修剪 生命才能够更美 才能多结果子 我们教会呢 在自己 我们自己的教会啊 恩典复兴教会 来到六月的最后一天呢 我们整间教会的小组重组啊 我们的小组重组啊 建有的小组呢 完全的打乱 再重组 再分组 然后把它分成更细更小的组 大家一开始说很不舒服 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沸腾啊 不要搞那么多业啦 牧师 什么啊 你跟我跟其他组长啊 我跟他们不熟的哦 你给我翻这个小组啊 全部这么年轻 我这么老 全部都觉得不舒服 还不好吧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会有怀疑 有威严 有埋怨 甚至说 不要这么搞啊 我领高音我都不翻的啊 有些小组是怎样 很好啊 我的小组 你看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啊 都在啊 我们每个星期都重新出息啊 可是哦 就是你们这几个 已经超过十年了哦 已经老树盘根了 我们说你懂吗 已经变为土了啊 看起来很不错 这棵树蛮健康 有叶子的啊 然后长得蛮壮的啊 但是一粒果都没有哦 一粒果都忘不了哦 你破续 还有烧金的啦 这棵树需要修剪啊 小组需要修剪啊 所以我们取了 我们进行一个 非常勇敢的一个的行为 就是在教里面 整间教会小组重整 当然有经过祷告啊 不是随随便便的 祷告了很久 找了组长一个一个的谈 甚至组员一个一个的剑 把他们重新分组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要勇敢的接受 接下来呢 下半年就是一个松土 修剪施肥的季节 我们期待这样子的一个松土 这个季节呢 能够带来更丰硕的结果 更丰硕的收获 这是我们的期待 我们的祷告 但是这过程会不舒服的 大家会不舒服的 换了时间哦 换了组长哦 换了地方哦 但是却是个更新突破的时机 我们相信神很有恩典的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 神很愿意帮助我们 神要为我们修剪 神要给我们松土 为我们除草 除掉害虫 是非和修剪 使我们更加的茁壮 弟兄姐妹们 无论是在小组 无论是在教会 或者是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要经历被神修剪的季节 会有不舒服的 当我们离开 这个舒适区的时候 会难受的 哎呀 谋了谋了 我们都业了 但是其实 像经文我们所读的 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一 就是被剪除 离开葡萄树 不再属于这棵树 二 就是修剪 经过耶稣的修剪 成为更健康的职质 能够多结果汁的职质 我们主耶稣基督 满有恩典和怜悯 就像路加福音当中 不结果的物化果树 要砍掉了啦 小组没有增长 小组十年 还是你们这几个老羊在一起 没有带人新主的 新人都加进不到 不能加进去 那个的 包团已经太强了 他们的那个团魂太强了 没有外来的势力 能够加入再进去 是时候要松土了 是时候要修剪了 耶稣满有恩典怜悯 像乌花果树 仆人一样 说什么了 不要砍他先 某咱们做一心 怎么样呢 给多一年时间 我们去松土 我们去修剪 我们去施肥 我们看他结不结果 若不结果 那时候再砍还来得及啊 对方姐妹们 我们是否是在这个阶段呢 上帝在怜悯我们 上帝在给机会我们 上帝正要进行修剪呢 若我们不选择被修剪 最后我们就要面临被剪除了 对方姐妹们 基督徒的一生是结果子的好机会 我们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公 趁着有机会多结果子 天父的名字就得荣耀 我们要蒙天父的喜悦 好了 那我们说我们要多结果子 我们要怎样多结果子呢 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有四点 有四个秘诀 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一 我们不能够离开主 跟我说不能离开主 圣经约翰福音15章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离了主 你就不能做什么 离了主 我们什么都不是 只子离开了树 肯定失去养分 肯定失去水分 最终就会成为枯枝 被丢在外边 被人捡起来 扔进火里面烧了 你不要说结果子了 生存下来都是一个问题了 对吧 就像鱼离开了水一样 是离开了生命的权源 无法生存的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主 第一 我们要求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 我们必须要住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要不能离开主 离开主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住在主的同在里的意思 就是与主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每一次你一睡醒 你想到了是不是他 哇 水上睡醒的时候 哇 主耶稣感谢你新的一天 我要赞美你 每早晨都是新的 祝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零睡的时候 啊主啊 感谢你 洗了一天的劳苦 我要睡觉了 遇到快乐 主啊 赞美你 感谢你 遇到巨宝 哎呀主啊 求你帮助我 随时随地 都在主的同在里 常常想到主 凡是与神居首位 我可以吗 做这个生意 可以吗 上帝 我要追这个女孩子 我追个男子 我要考这个大学 可以吗 上帝 我先问过你 我们凡是以主居首位 凡是让神成为我的优先 来 选择来教会 今天 哇 很多Olympic开始了 很多好看的赛事 有没有 哎呀 等一下要个赛事 我很喜欢的 来少一天 反正今天不是管牧师 不是我们的某某人讲到 外面来的牧师 随便 不用听的了 我去看我的球赛 看我要看的比赛 No 我们把神放有限 来教会 因为住在主的同在里 就让我们得到一切的供应 得到一切源源不绝的供应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一切丰盛 你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要先饱了 你才能够给呀 你都瘦弱不堪 风吹你都会冻 会咬 你怎么服人呢 我们需要坐在同在里 第二 我们多结果子 秘诀是什么呢 我们要爱慕神的话 我们要渴慕神的话 我们要爱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圣经 我们要天天读圣经 我们要天天领袖 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 神的话也在约翰福音15章 刚才我们所读的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 我们在主的同在里 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 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语 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语 要背诵神的话 我们教会牧者同工 每个巴尔同工灵修 我们都要背圣经的 我们有个传道人 因为他是一个不大厉害背东西的人 他每一次背圣经轮到他的时候 他就手心冒汗 每次讲 谁要先来背圣经 我们同工牧者传道人 我们都很大年龄了 我们都背圣经 我们要把神的坏背 圣经一定要翻 我都鼓励他们翻圣经 读圣经 然后呢 每次他讲 我先背 我先背 因为他很怕 他忘记了 背了会忘记 他每次一背完圣经 他就可以喝水 泡咖啡 一起来同工灵修 他是很怕的 但是呢 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语背起来 然后常常要把神的话语说出来 因为当你明白神的话 你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做到神和神心意的事情 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 我们才知道神要怎么 要我们行事为人 不懂得牧师 快去看圣经 牧师不是忽悠你的吗 是真的要看读圣经 真的要回去看圣经 怎么好啊 看圣经 很多人都问 牧师怎么教孩子 夫妻的问题怎么办 我们来看圣经 圣经可以吗 圣经是百科全书 我讲 什么都在圣经里面 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 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明白神的话 我们才懂得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才能够活出多结果子的生命 神的话语好像养分一样 摘好的榴莲种子 猫山王有猴 猫豆猴 黑漆有猴 他给了你一个黑漆的老林 你用我的肥肥来 你去种在地上 你不施肥 你不浇水 你没有给养分的话 它也不能长 它也不会结果子 养分很重要 当我们不给养分一棵树 一棵花的时候 你不要说它结果 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生存下去成问题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养分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有养分的 需要被滋润 需要天天有新鲜的粮食 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粮食呢 弟兄姐妹们 不是KFC啊 不是McDonald啊 不是扎反啊 不是聚育坟啊 基督徒的生命粮食 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圣经 每一天的灵修读经 不能少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天吃多少顿饭啊 夜吃给了餐啊 现在很厉害 168 是不是都吃一顿 很多人 两顿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一天都三顿 对吧 早餐 午餐 晚餐 最基本的 有些很厉害啊 有6顿 10点还有喝早餐 然后晚上还有宵夜 那我儿子先放假 他一天好几顿 他一天都吃到晚的 吃到晚的 早上睡醒 就妈咪等着吃什么 我儿子今天没来 就我女儿跟我来 我的吃仗 跟女儿跟我来 我儿子很能吃 一天吃五六餐 六七餐 睁开眼睛 妈咪吃什么 我们分前妈咪我通 我总想吃 他先跟我回教会 我都在地步 我顶他不顺 我说 我都没得饭 我都没得饭 你不读书的话 你一天都要得骨子吃 我说 很厉害吃 一天吃好几顿 那我们人一般上吃三顿饭 那我们一天读多少轮生经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肉体吃得壮壮的 我们的灵命呢 有没有吃饱啊 我们会不会外面很壮大 里面却是非常的枯糕呢 里面已经要生不死了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养分 一棵树没有是非 长不了果子的 一个基督徒没有养分 没有生的话 也是不可能多结果子的 我们需要爱慕神的话 阿们吗 第三我们要常常祷告 跟我说常常祷告 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 我们要常常祷告 祷告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说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粮食 那我说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呼吸 你可以一整天不吃饭 我们有进食祷告 甚至是有四十天的进食祷告 liquid fast water fast 我们可以四十天不吃饭 只是喝一些的饮料什么的 但我们可以一天不呼吸吗 弟兄姐妹们 不能啊 一天不呼吸你就怎样啊 死翘翘了不是吗 一天可以不吃饭 一天不喝水 都可以啊 可是一天不呼吸的话 就肯定死翘翘了 一个瀕临死亡 甚至是枯死的数字 能否结果子呢 是不能的 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基督徒 也无法多结果子 无法容神义人 弟兄姐妹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 其实是个无神论者 你们知道吗 我是基督徒 但是你有祷告吗 我没有祷告的哦 那你算是基督徒吗 弟兄姐妹们 一个不祷告的基督徒 基本上他是个不信耶稣的人啊 他甚至是个无神论者啊 你说你信耶稣 为什么你不祷告 我也闻得很碎油了 我都会直接改去 或者是说 哎呀 开头都没用了 那你其实就是个 不信上帝的人 不祷告的 就是无神论者 基本上他是不信上帝的 那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天祷告多少次 你是随时随地的祷告吗 还是一天三轮祷告 就是早餐午餐跟晚餐 谢饭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使我们心 更加的靠近神 教会刚过去呢 讲了一系列的 那个的 会幕的敬拜赞美 金香坦的祷告 就是最靠近上帝 最靠近神心意的服事 每当我们祷告 我们就能够领受神的话语 我们听到神向我们来说话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有稳定的读经 还有祷告的灵修生活 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求 我们就能够经历祈求 就给你成就的应许了 救主帮助我们 祷告不单止能够让我们经历神迹 能够让我们容身一人 祷告更加叫我们能够贴近神的心意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像耶稣 许多生命当中生存的部分 我们有时候我们生命有些地方生存了 有些地方已经长歪了 在祷告里面能够被治愈 能够被神来医治 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才能够健康 才能够茁壮 才能够多结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常常祷告 不是遇到问题才祷告 每天读经了要祷告 为着当天你所需要的一切 为着国家许多的事情 为着你心胜处 为神在敬拜赞美当中神给你的领袖 当你在等候读了圣经 等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神会告诉你该怎么祷告 我们都要操练 要成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 最后我们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 我们除了要住在神的同在里 要住神的话 要常常祷告 我们要做一个听道行道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听道行道的人 谁要欢迎在约翰福音15章10节说什么呢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会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行了我父的命令 藏在他的爱里 神的话 神的爱和神的命令是分不开的 一个人说我不爱神的话 他就不会遵行神的命令 换句话说 如果我爱神 我一定会遵守神的命令 那就能够领受神丰盛的慈爱了 就只帮助我们 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 神的爱就会充满我们 当我们听道行道的时候 我们就住在神的爱中 圣经说什么呢 一个听道不行道的人 圣经说他是个愚慰人 愚慰人 把屋子建在哪里呢 沙土上 聪明的人听道行道 就如聪明的人 把屋子建在磐石上 狂风暴雨来的时候 你也不会倒 但是如果我们听道不行道 我们就像把屋子建在沙土上 松松的地基 任何风吹草动 都摇汗得你很厉害 你都很容易离开上帝 你都很容易倒下来 你都很容易跌下去 很难站起来了 我们要成为一个听道行道的人 一个听道不行道的人 又像什么呢 照了镜子 转身就忘记了你的样子的人 今天你出门有照镜子吗 利用姐妹们 有啊 在厕所照了一轮 在房间照了一轮 出门出门之前照一轮 有没有 上车在车的镜子 再照一轮有没有 进到车又照一轮是不是 下次又照一轮有没有 进到车会有玻璃 又照了一轮有没有啊 我们都很厉害照镜子 随身再拿一个小镜子来照一下 手机还有照镜子的apps有没有 但是如果 今天你照镜子 你发现你的脸上肮脏了 肮脏了 吃了东西没有擦干净 你照了镜子 你看到你肮脏 但是你转过身 也忘记了 照了这镜子 对你有用处吗 你有改变吗 你的脸上还是肮脏的 今天我们听道不行道 就是这个样子 哦我们都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子 神的话语光照我 哎呀主啊我就不应该这样子 我就应该这样子 嗯应该都在这里 离开教会之后 忘记了 照样过你的旧日子 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当中 没有留下印记 没有活出来 没有行出来 是没有功效 如何多结果子呢 我们生命都没有改变 很多时候啊一个 我们我们都很相信 我们每次来主的崇拜的时候 神的话也是很重要 很有能力的 神的话会打在我们心里头 每一场主的信息 牧师讲到的时候 我们都有听下去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为别人听道 有吗 哎呀你看 哎呀牧师讲的 就讲我隔离那个咯 哎呀讲跟他啊 哎呦这场信息 应该某某人要听 你都为别人听到 你没有为自己听到 你不是说哎呀今天神告诉了我什么 哎呀这个像我说话 而不是为别人听到 哎呀你看就是讲着我隔壁那个嘛 哎呀阿女讲的你啊 阿仔讲的你啊 阿牧师讲的你啊老公 神有跟你讲话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到神的教会 来到神的店中 每一场的主日信息 每一场的小组聚会 每一场的祷告会 在台上的分享 神的话语分享出来 都是像我们自己说的 不是像你隔壁那个说的 我们要为自己来听到 神要向我说话 我们不要为你隔壁的人听到 不要为你在家里面的人听到 你就是讲着我家里面那个人咯 你就是讲着我的同事咯 你就是讲着我的老师咯 这样了 神有跟你讲话吗 我们要成为一个听到行到的人 我们的生命就能多结果子 阿们吗 弟兄姐妹们 我们被呼召神为神的百姓 神要我们多结果子 好叫神的名字得荣耀 好叫我们祷告神随听 我们要如何多结果子 第一我们一定要住在神的 同在里 第二我们要常常读圣经 第三我们要成为一个 常常祷告的人 第四我们成为一个 听到又行到的人 最后我要结束了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当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 就不至于苦干 并且能够多结果子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 像枝子与葡萄树一样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带来 结实累累 收获满满的生命 我们都很期待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跟神说 神啊 我常常住在你的同在里 我不要再偏行几路了 我凡事都先求问你 我凡事以神你居首位 我要常常读经 我要常常祷告 我要常常听到又行到 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 那我的生命就能够多结果子了 来到了2024年下半年 我至少 至少要接触什么样的果子 我们要向神祷告求 我们要接触挂命的果子 仁义的果子 救恩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很多时候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你是基督徒啊 怎么不绝啊 别人很多种反应的 哇 原来你给我偷啊 不乖得起啦 那基本上还好 感谢主 如果别人看到你说 蛤 你给我偷了 那又另外一回事了 对吧 那别人怎么样的态度呢 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 别人是怎么样的呢 我常常就出席一些家长会议的时候 别人都有很多空 人家都以为我只是个普通的家庭祖父 有一次跟一个家长谈起来的时候 你好 你干嘛有大汉啊 普通的修朋友 打了吗 对了 今天我时间调一下 你要做工啊 我是一位牧师 哇 你知道这个牧师啊 哎呀 太不错了 我在心里面在想 你到底是在称赞我 还是在逼逼我 感谢主啊 他讲 哎呀 看不出原来你那么本事 很棒啊你啊 什么时候 哎呀 感谢主 没有丢上帝的脸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讲出来的时候 别人是怎么样看我们 我们是否有时常在我们的校园里头 在我们的职场里头 在我们家庭当中 多结果子呢 别人因为我们的果子而愿意来认识我们的上帝 哇 看到这棵树的果子好漂亮哦 树看果子就知道这棵树健康不健康 对不对啊 我们所接的果子是美的 甜美的 肥美的 别人说 嗯 这真的棒 弟兄姐妹们 神呼召我们多结果子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常常住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要跟神一个美好的关系 有连接 我感谢神 我看到你们教会 我有好多的这些的团契啊 有秦语如的敬拜祷告 有同工灵修 我知道 管医生的 这个的医院里面 还有这个的灵修 我觉得太棒了 真的是很好 想尽办法把我们跟神连在一起 我们教会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人软弱 对吧 一个人很难 来教会啦 一个人很难 来团契啊 一个人很难 来秦语如敬拜赞美 一个人在家里面 敬拜赞美 可能你觉得说 没有办法再走下去 来教会啊 你们又秦语如的敬拜赞美 祷告会 太棒了 真的是 来主的崇拜 跟神连接 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 来到团契当中 你要知道 我要跟神连接 每个早晨起来 临时的时候 你说主我要与你连接 今天我就得到一切的供应 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凡我们祷告是蒙垂听的 这个就是应许来的 后面的 今天给你们了 在第五节 我们生命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祷告蒙神垂听 我们住在耶稣的爱里 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 我们配得成为耶稣的朋友 这就是我们多结果子的生命的应许 使愿今天 神的话语 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 神以神自己的话语 来祝福我们 这里的弟兄姐妹们 从今天开始 我们立即跟神说 主啊 我要成为多结果子的生命 我要与你连接 阿们吗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听了很多 今天台上的牧师 一次过的 把许多的神的话语 讲完出来的时候 哪一句话打中了你的心 哪一句话告诉了你 从今天开始 那有改变的 来到神的面前 你跟神说 主啊 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 向我们来说话 哈利路亚 让我们今天 在此刻 我们把我们眼目 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唱一首歌吗 你坐着为王 当我们在唱诗的时候 我们求圣灵来帮你